那东汉末年有战乱 有一个人呢 他父亲去世走 生一个母亲 又背着母亲到处逃难 这个《易经》里面讲这个叫吕瓜 就是到处奔波流离世俗 而现在这个旅 很多人你看生活好了 就不甘心 我就要到外地去 甚至出国 那国外自古央央央中华 那叫蛮夷之地 那些人也都是野蛮人 所以说以他们为伍 好好的家 安定 不知足 到处折腾 那简直是想不开 糊涂 还有旅游 也是这个旅 我们都说这个 看景不如听景 到处去跑 完了回来折腾得够呛 有的时候人山人海 竟看人 还不是不去呢 回来过几天 心又冻了 又痒痒了 这是经常的事情 当然了 这个祖国大好河山 有机会解解这些灵气 感受一下 触发一些胸怀 也是未尝不可 但不要老心 老是飘在外面 你心永远回不到本位 更上不了大道 那这个人呢 他就 路上 又遇到贼寇 想拉着他入伙 可见这个人 也像是个好汉 但是他就哭 男儿有泪不清谈 但他为了他年迈的老母亲 他说 我没办法 那真的就感人之深 男人的眼泪之前 倒子也感动了 那放了 又转转转到 这个江苏夏培 在那 当一个佣人 那就打工 给老母亲也是 几尽关怀吧 然后就没有了 这个人的名字呢 我也没记住 那个历史上 最在乎的就是 千古留名 当然这个名 有名 还是有功 比起这个无名英雄 还是这个无名的 无心的 一心奉公的 这种 功劳 因得更大一点 我们为什么老讲儒家 因为儒家 千年以来 更适合 老百姓 更适合大众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所以 讲儒家多一点 我们也容易做到 千年来 都是这个习俗 天尊地 为伦理道德 长有尊备 当的为人处事 别的我们也会讲 那儒家讲这个 利功利言 利德 你看这个人 你看他 利功了吗 比如说 他是家里的功臣 每个人家里 其实 都在贡献 功劳 那这个功 又从这个功 他肯定是 大家 天下 社会 这才叫功 那利言了吗 那他就说了一句 老母亲 那个年半 那就利言了吗 可见他利得了 老百姓 每个人都可以成就 到时候 功德部上 都大大地记你一笔 你官再高 你不好好做事 虽然说好修行 他一个证令怎么样 但是 他的心 不一定有你修得好 不一定有你做得够 我对他人都可以成为不责迹